与星河探险的意义 在于全力打开感官带来的满足 如同孩子一样 带着探索的好奇心 去发现我们身边熟悉 这些未知的城市 我们最熟悉的北京时间 就诞生在这里 国家寿石中心的确立 标志着中国时间的计量标准 由天文石转变为国际领先的原子石 24小时不间断跳动的视频信号 承担着标准时间的播报任务 也见证着历代王朝的发展历史 中国最早的原始计时期 发明在西州 当时人们利用影子的移动规律 开始了最初的时间记录 如今在科技的帮助下 时间被精确到了十一分之一秒 无论是回望过去 还是迈向未来 我们都对时间有了更精确的感知 但时间也在推动着我们 去探索更多背后的故事 眼前的路去往秦岭 这条滑下大地的南北分界线 就像时间一样将大地精准分进 隔绝南北的同时 又相互牵润 形成了一时二景的独特现象 往北一片萧瑟凋敝 向南依旧绿意傲然 当我越过2800多米的海拔 穿行在这条经历滑下千年的山外中 越深入就越能感受到山温的呼吸 越攀爬就越能体会到高度的寒冷 越接近就越能理解到气象的变换 山北山南的神秘差异性 造就了八百里秦川的风调与之 更成就了中国最繁盛的古代文明 从西周理治天下 秦皇统一六国 到汉唐开疆拓土 成就空前盛世 十三个王朝先后在这里建国立都 千百年来 秦岭追随着时间的脚步 不断地上演着朝代兴衰 就如同上下山时的不同 在探索未知故事的路上 我不停地前进着 但时间却兜兜转转 让我回到了原点 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原点 就藏在这个平平无奇的地方 建国初期 中国所沿用的测量坐标 连领土的精纬度都无法精准确定 国家为了拨征这种巨大的误差 开始了漫长的测算和考察 直到1978年 才将这里确立为全国的大地中心 以此为基准 开启了天文精卫的侧底 巧合的是 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 迁都长安的建筑基线 距离这里只有60万 现代西安中轴县的所在京准 更是与这里近复处的 这跨越了千年的精准 直击我内心深处的惊叹 西安 不止于是翻炒古度 浪秦康卡斯VHP 向勇于前行的探险家 俱进